他三次夺金像影后,低潮时想自杀,57岁至今不婚独遇4月9日晚, 在第36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典礼上,最佳女主角由幸运是我的女主角慧英红获得,这也是慧英红第三次,夺得金像奖影后,成为历史上获得影后次数第二多的女演员,她只用了三次提名便达到这一成就,获奖率高达100%。 影后的获奖记录,目前仍由张曼玉保持,她以舞作影后奖杯遥遥领先。 生于1960年2月的慧英红,14岁。 在一个视镜会上,获导演张彻赏试,并成为张彻的干女儿,随后出演了《射雕英雄传》的慧念词。 1979年,为英红得到导演刘嘉良的提拔,主演了多部无大片。 1982年,凭电影《长辈》获得第一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奖。 1988年,年纪28岁的慧英红,远赴巴黎开摄《全罗写真》。 1999年,慧英红患上抑郁症,事业陷入低潮,绝技荧幕多年,一度自杀,幸得及时救助。 20-2003年,慧英红在亲朋开解帮助下开始重新振作,2005年后以新人姿态低调,付出香港娱乐圈。 除参演电影外,亦加入香港无线电视TVB,2010年凭电影《心魔》中一个战友,欲极强的母亲角色, 夺得第二十九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主角。 2014年,凭电影《僵尸》获第三十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女配角奖。 2014年,在香港的娱乐圈,慧英红无疑是大姐大人物,可是唯一缺憾的是她至今。 未婚未语。 她曾与恩师刘家良,及著名武志成小冬传过绯闻,都极力否认,之后和相差七岁的黄子杨, 谱写一段子弟恋,均未能开花结果。 2000年,40岁的慧英红,和一个宣爱人谈了半年恋爱,这也是她继黄子杨之后的第二次恋爱,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57岁的慧英红至今没有结婚,是她人生中的一个遗憾,她也很想弥补这个遗憾。 慧英红说,这些年来,也有比她小的男人,对她发起猛烈攻势,但,她明白地告诉人家,不会再尝试姐弟恋了。 我的思想比我的实际年龄要大,要是男人比我小,会有很大的代沟。 如果可以选择,我希望伴侣能大我十多岁。 慧英红说,以前满脑子都是赚钱,年纪大了,对物质看得越来越淡。 祝福慧英红找到真爱网友花6666.66元望郑爽,对前任的态度,两个字的回答,听着眉毛病爽妹子又上热搜了。 这次的话题很吸睛啊,回答对前任的态度。 关于这个前任,很多人都关心说的是谁,张汉还是胡彦斌。 但不管是谁,反正都过去了,郑爽怎么回答的才是重点不对吗? 毕竟这个问题可是网友花了6666.66元提问的, 郑爽妹子的回答很简短,两个字尴尬。 看到只有两个字的时候,各路人马为花,前提问的人打抱不平。 但是,话说回来,你们想听到什么样的回答? 尴尬不是很正常吗? 有的分手了能继续做好朋友,但有的就是很尴尬啊, 这么一看没毛病吧? 其实吧,最近郑爽因为问答这件事,没少引起争议。 前几天橘子军也统计了他回答网友的问题。 没看过的来回顾一下,今后对另一半有什么要求吗? 最好是个男的。 分享一件吹过最大的牛X。 我要当演员你是抱着什么心情,去对待微微一笑的。 就是当工作吧。 花一块钱看正爽说段子,这买卖不亏。 爱我吗? 还好吧,你呢? 像上面都是便宜的问答,666.66元档的问题,就没那么随意了。 毕竟粉丝是花了大价钱,肯定的深思熟虑的问。 同样是关于择偶条件的问题,郑爽第二次的回答是这样的。 那对待感情,你是怎样的人? 粉丝连续四个问号,郑爽回答了19个字。 暂时不想待在娱乐圈吗? 关于外界质疑你得了抑郁症,有什么想? 说的。 这位粉丝真是问到眼上了,郑爽的回答就。 依然很简洁,不过也是说出了他的真心话。 前面两个价位的问题,都看得差不多了。 最后是6666.66的问题, 问的是郑爽对待娱乐圈出轨的看法。 仁仁平等这四个字,我是真心挑不出来哪里不对。 讲真,没发现郑爽还是个潜在的段子手。 最后一句惊。 毛阿敏老公被坑10亿美元。 仁列胡润富豪榜 近日2017年胡润全球富豪榜发布, 毛阿敏的老公解之坤虽然被告出在一项海外投资项目中被坑, 10亿美元不翼而非, 但仍以175亿身价, 名列全球富豪834位。 2017年胡润全球富豪榜解之坤市中, 直企业集团的创始人, 2014年胡润全球富豪榜中, 他以120亿身价位列大中华地区第197位, 成立于1995年的中直企业集团, 从木材生意起家, 现在的主要业务已经涵盖投资、 并购、资产管理和产业基金等等, 拥有多家全资、控股子公司、 参控18家上市公司, 总计资产规模超过1万亿元。 今年2月,解之坤一指诉状, 将去年曾陪同一起欧洲考察的Zino Group高管门告上了法庭, 指控这家公司的高管通过欺诈行为获得秘密利润。 根据诉状,解之坤称在2014年, 出资人民币58亿元,当时和9.4亿美元。 帮助设立Zino以及资助Zino收购了两家国外企业, 但不久之后,解之坤称不知道投入了58亿元, 最终投资了什么,自己并不知情, Zino不回他的电话,也不给相关信息和文件。 于是,解之坤的一位代表, 在伦敦连续两次给Zino发了信函, 要求了解资金去向。 但奇怪的是, Zino Group否认拿过解之坤的9.4亿美元投资, 成为这回事。 最终双方还是没谈容, 今年2月解之坤将开曼群。 老法庭提起诉讼, 指控Zino高管和谋诈骗钱财。 此事件被华尔街日报报道后, 迅速传遍了社交媒体。 3月21日Zino Group发布了一则, 关于不实报道的澄清声明, 称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存在多处。 对Zino Group及Zino Group管理团队的不实报道, 已对Zino Group造成了严重不良影响, 损害了Zino Group的良好声誉。 至于,哪些是不实? 报道,该声明并未指出。 有趣的是, 如果解之坤的确在2014年投资了9.4亿美元给Zino Group, 那么这笔买卖太值了, 那时候正值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高点, 如今这笔钱折合人民币, 约合64.7亿亿, 三年间仅汇率就净赚6亿人民币, 而2014年, 由于外汇储备增幅很大, 并不像现在这样资金难以出海。 9.4亿美元到底有没有丢, 目前还是个谜, 双方都没有透露更多, 但据了解, 这一纠纷直接导致解之坤后续在A股的资本运作计划失败。 9.4亿美元。 第1月适当禁中还有加异露更多。 2014年有些给力于补量飞行。 市ino食物都有多不keeper押